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我是老杨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梅林系统的路由器怎样安装科学上网超级 因为现在的梅林系统不支持在线安装科学上网超级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离线安装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我们打开浏览器,然后登录路由器 现在看到的就是路由器的组件面 然后我们往下,下面有个软件中心 现在我把软件中心打开,这个就是它的软件中心 好了,先打开为安装的程序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刚刚安装过科学上网超级,所以它还有记录 好了,先试一下看能不能安装 看到没有,它已经消灾,说操作失败 我们再试一下,它也不行,也是安装失败 所以说不能在线安装 那么我们只有去离线安装 这里就是离线安装的界面 科学上网的超级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这个科学上网超级即便是离线安装也是不能直接安装的 还要先安装一个小超级 那么先装那个小超级 现在开始选择文件 然后先安装那个小超级 那个BD的以记录结尾的这个小超级 我们要先安装它 然后打开 然后现在就在选择上传安装 现在开始上传安装 现在软件显示了它已经安装失败了 但是不用慌 其实它是已经安装成功的 这个小超级安装好以后 那就可以去安装那个科学上网插件了 现在我们就去安装它 操作方法也和小超级安装一样 同样是去选择文件 然后打开 找到一个 这就是上网插件 也是以记录结尾的 我们选择它 然后打开 选择上传安装 然后上传完毕 再准备安装了 好了 花了一点时间了 这个超级安装成功了 我们现在就去软件中心看一下 看到没有 安装成功了 科学上网 好了 现在打开科学上网插件 看一下 由于第一次打开 它要提示你添加节点 我们先关闭它 这个就是它的主件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分流检测详细状态 这里会显示你的那个连接速度的原始 分流检测它会显示你的登录地 这里节点管理 这里就显示你的添加节点 这里就显示你的添加节点 然后这边过来基本上也用不着的 我们用到了就是这后面的更新管理 打开更新管理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节点的订阅 这个就是添加你那个节点的订阅地址 它就会给你自动添加节点上去 你把你的订阅地址复制粘贴上去 然后点击保存设置 节点就自动订阅上去了 然后这一栏呢 就是手动添加节点的 同样呢 你把你的那个节点复制粘贴上去 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下面呢 我演示一下手动添加节点 我已经准备好了几个节点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节点给它复制 我们随便选择几个节点复制一下 复制以后 我们去这个录音器里面 然后把复制的节点粘贴上去 然后点击保存设置 现在它就在添加节点了 看到没有 看看我添加了几个节点 已经成功了 现在去节点管理看一下 这就是刚刚添加上去的节点 现在我们测试一下这些节点的延迟 这个web测试 点一下 然后上面有个点击上面的确定 它就可以测试这个节点的延迟 它就可以测试这个节点的延迟 现在的这个节点就在开始启动 这个节点的启动已经完成了 它要自动推出了 然后这个状态栏就显示有国内连接的那个原始和那个 国外连接的原始 那个国外连接现在显示了一个查查 但是不用红它是连接上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分流检测 这个分流检测就是显示你的国外连接和国内连接的地址 是连接到哪里的 可以看待去 好了现在去打开YouTube看一下 然后能够正常打开网页 由于这个节点的速度很慢 有点延迟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用 麻烦你点赞订阅关注一下 同时打开小铃铛 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通知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